拥有高速率低延迟大连结特性的5G时代来临 开启元年遭遇新冠疫情 是否对产业造成冲击 专家有不同解释 2020年全球受到的新冠疫情的影响 包括在内需市场 观光 运输 娱乐 零售上面 都受到了很严重的下滑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危机当中呢 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机 就是未来5G的发展 5G的未来的发展呢 我们看到有三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第一 是开放网路架构 第二呢 就是在零组件的供应链上面 第三呢 是垂直应用 预计在2030年 5G的这个垂直应用呢 应该有机会可以创造7000亿美金 在政府的支援下 电电工会成立 5G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有四大推展方向 联盟呢 主要就是希望 第一 为台湾的产业 5G产业呢 发展一个主要的社群平台 第二 推动台湾5G产业的供应链的发展 第三 结合国际组织 联盟一起来合作作为窗口 第四是建立示范场域 带动市场的拓展 因应四大方向 联盟成立三个主要的SIG 我们一共成立了三个主要的 Special Interest Group 就是我们所称为的SIG 里面有开放网路架构 系统供应链 还有垂直应用的 这三个不一样的SIG 我们希望这个 透过这个三个不一样的 发展的方向 结合产观学研 各界在5G这边的资源 我们一起盘点产业的需求 还有台湾的供应链的这个价值 那希望借由这个议题的交流 我们可以把5G的产业 做一个深度的探讨 对于台湾未来 产业发展上面 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研究 尤其在明年 随着所有的设备 硬体都更完善了之后 明年大家应该就可以 开始感受到一些 非常不一样的5G的体验 T-E TV 媒体中心採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